近日,据路透社消息称道,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以来,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经济和武装制裁,而这一系列的举措,也直接惹恼了伊朗。 于是伊朗总统扬言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,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被伊朗封锁,那么在短时间内世界其他地区将出现原油短缺的局面,甚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出口都将受到直接的影响。 据了解,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,介入伊朗和沙特之间,是世界重要的石油运输的交通要道。 如今,伊朗迫于美国政府带来的压力,将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,向美国政府施压,要求撤销对伊朗方面的一切制裁。 不过现阶段美国并没有按照伊朗的要求进行,反而直接派出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进入波斯湾海域。 对伊朗的一举一动都实施监视,这也就是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升温。 美国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涅夫表示,世界各国每天所需的原油,每天大约有20%的数量,都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。 如果伊朗执意要对该海峡进行武装封锁,那么预计要不了三个月,世界原油的价格将会急剧上升,从而逐步演变为市场混乱。 另外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公开称道,未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路线,一旦受到伊朗的攻击,那么美国将会联合其他中东国家对伊朗实施武装打击。 综上所述,目前伊朗尚未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全面的封锁,仅仅只是在海峡两岸,部署了反舰导弹和禁防机炮,来应对未来突发事件。 不过从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形来看,该海峡并不适合大型舰船实施武装打击,因此美军想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,只能依靠登陆艇和小型的护卫舰。 不过这种类型的舰船,伊朗在两岸部署的武装力量,足以轻松地,对其实施毁灭性的打击,所以美国和伊朗两国至今还处于僵尸阶段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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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